第六届东亚峰会19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 会议就东亚峰会今后的发展方向指导原则 如何深化东亚合作进程进行了讨论 有关东亚峰会的详细情况马上 请在巴厘岛的特派记者谢芝芝带我们深入了解 第六届东亚峰会19号在印尼的巴厘岛开幕 会议就东亚峰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指导原则 和如何深化东亚地区的发展进行了讨论 会议取得了众多的成果 并在今天下午圆满闭幕 会议由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总统苏锡洛主持 东盟十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包括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日本首相野田佳燕 美国总统奥巴马等都出席会议 俄罗斯和新西兰分别派外长与会 本届东亚峰会主要讨论五大议题 分别是加强财金、能源、教育、传染病和灾害管理等 五大重点领域的合作 随后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召开了媒体见面会 表示峰会取得了重要成果 并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成果有很多 因为这十加一、十加三、东亚峰会 都有很多的成果 成果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建议 但是我想说 中国带来的具体合作项目应该是最多的 我可以就这么一个评价 本次峰会还发表了两个声明 分别是第六届东亚峰会关于互惠关系准则的声明 和第六届东亚峰会关于与东盟互联互通的声明 其中第六届东亚峰会关于互惠关系准则的声明的签署 是基于联合国宪章和东亚峰会出席国间 已经达成的基本准则 这将作为与会各国致力于促进和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与繁荣的行为指导 第六届东亚峰会关于与东盟互联互通的声明 除确定现有的五个优先合作领域外 还强调促进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 今天下午第六届东亚峰会圆满闭幕 在第六届东亚峰会的闭幕仪式之后 中国国务院总理也分别会见了澳大利亚的总理迪拉德 以及新加坡的总理尼显农 并进行了友好的交谈 在峰会前 美国决定将从2012年在澳大利亚北部 部署250名海之陆战队队员 并逐步增加到2500人 有外界认为 美国已经在澳洲吹响了亚太地区的集结号 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天傍晚 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 双方并没有提及敏感问题 只是相互友好慰问 随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还会晤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你好 温家宝总理对李显龙 延任新加坡总理表示祝贺 并表示李显龙担任总理的七年来 中心两国发展良好 尤其是苏州工业园和天津生态城的建设 李显龙也希望中心关系可以继续友好发展 澳雅卫视谢知之汤景堂 印尼巴厘岛报道